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同志朋友大家好 在近期的盘市是处于比较高档的一个整理 当然最近的一些个股也好 台股也好 波动会比较剧烈一点 不过这很正常的 因为毕竟冲了一大段之后 这个指数的一个上冲下写在所难免 不过关键就像我们今天标题给各位的 你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拉回买进的一个机会 尤其在今天的走势 也是开高压回 不过就像我们过去讲的 整个技术面的形态它没有破坏 第二个我们看 比较弱势一点是在 OTC 中小型股 那OTC 在今天是回撤了这个月线 我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买进时机 差不多到下周开始 因为它的一个形态上连三黑黑回撤 不过都是主要在一些OTC先前涨多股的修正 等下我们会带各位来看 很多人一直问说 老师到底可不可以买股票可不可以进场 我说这个盘绝对没有问题 只要你有耐心的跟着我们做 这个从这个选举前我们讲嘛 有年底的作战行情 法人集团的作战 然后到所谓的选举行情 原则上是不看坏的 真的是不看坏 因为你看今天还是有一些个股 反映财报的利多 持续创高 像做PCB的见顶 今天跳空 一根红棒攻到掌听 IC设计的四星KY 刚刚也一度攻到掌听 来到204 这一波也是涨了一辈子多 当然不是要给各位去追这些股票 我们去看 有强很强的 但是也有高档转弱的 像双红散热的 我们之前在非凡的一些节目中也谈到 这些都已经有点做头迹象的个股 原则上我们是要避开的 这个已经做了一个平台整理去跌破之后 往下修正 那还有像是这个指纹辨识的神盾也是 最近也跌的速度很快 从300多一路破了季线 又在探底 所以你会发现最近的盘面 有些强弱事故差异很高 那原则上第一个要做的 我觉得追不追强事故那其次 那看个人操作的一些策略而定 那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 已经涨了一大段的股票再高档 记得少碰为妙 泰硕也是 也是有点比较岌岌可危的样子 也是涨了四五倍之后 这个季线能不能站稳 也是让人家比较担心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从最近的盘面 大概扫一下给各位看 你大概就知道要怎么去做好选股的策略操作 基本面跟财报未接 这些数字你一并要考量 你看像今天的和硕 哇很强耶 这个和硕这大型股可以开高 一度要攻到涨停 因为它公布出来的获利数字相当不错 这个三绿三升 它是瓶盖的指标之一 在毛利率、盈益率跟 这个净利率 都是同步性的走升 所以市场给予比较正面平等 尤其明年还有低价版的iPhone要销售 还有5G版本 所以似乎在苹果的组装厂 今天两档 和硕跟鸿海 都表现不错 都表现不错 鸿海也有来到92.9元 今天也在创下近期波段高 所以第一个从这样的一个结构上来看 财报不错的公司今天都有所反应 另外像我们上次有 分析给各位介绍这个8021的尖点也是 尖点公布出来第三季的毛利率也回升到30% 获利也呈现迹增两成 所以说 在今天的股价也是顺势开高 因为毕竟在未来5G用的PCB版的一些转针 这个 还有车用版的部分 它的成长性还是蛮乐观的 所以它也是去反映财报的利多支撑 今天也同步性的一个走高 所以有财报支撑的这些个股 原则上你要配合有 筹码面跟技术面的形态 是刚转强的 它才会比较能反映基本面的力度 因为刚刚谈到的像是 双红获利不错 我做这个散热的 结果股价涨不太动 环球金也是 公布财报也不差 涨不太动 因为对前景是比较有点担忧的个股 它就会先行做回撤 所以这个就是我讲最近操作的难度也比较大 你当然也要比较有耐心去应对 刚刚有人问这个奇邦 我们来看一下 在封测的奇邦 其实目前的形态比较是处于整理 这样说的一个整理格局 趋势面我觉得还不是这么确定 在技术的形态 可能还有带整个粗量去做表态 所以说它的一个方向性我觉得会比较中性去看 你就保守一点 这刚刚有人在留言区问的奇邦 如果你有其他股票的问题 也可以在留言区可以提问一下 那以这一波来讲 我认为接下来会走的 绝对是一个叫补涨行情 所谓的补涨 是来自于一些在先前比较被市场低估的股票 像是最近的金融股就有这样的味道 你看最近外资在买的股票 当然金融股是有比较明显性的 让外资的态度转变 原先外资卖很久的国泰金 这四个交易日转买 你看国泰金的一个形态 蛮标准的从底部开始 电高上来 那我们把这个周期拉长一点 其实很清楚的发现 从56.8去年1月份的高点 到今年8月跌到38块 跌了快一年半 这一年半外资几乎卖 结果在这几个交易日 外资开始转买 那类似像国泰金这种 各个股段先急涨拉回 那原则上绝对就是 站在买方 因为它这些股票我们会 站在买方去做一个看待 因为是很标准的从 底部转强电高上来 再来如果说从这个 产业面来看 最近市场上最火红的商品 就是这个苹果推的耳机 真无线蓝牙耳机这个 AirPods Pro 台湾预计可能下个月就会开卖 那 国外的已经也开始在卖 但是听说整个就是 公补应求 好 那 苹果的耳机卖到公补应求 那你去想 当然会公补应求就是 目前整体来说 下雨的需求比预期 还来得强很多 那既然强这么多 苹果耳机 苹果的供应链 当然我觉得 后面 还有利多可以期待 等一下我会分析一些指标的个股 顺者刚刚谈到苹果 刚刚有人问了 鸿海 可不可以续报续报 那代表 大家都有鸿海 能不能续报 我说绝对没有问题 把鸿海 报警就对了 为什么 外资也是从过去这10月中才开始转卖 我刚刚谈到一档个股叫合硕 这两家公司当然也比较雷同 他们都是苹果的组装厂 合硕今天也是跳空的大涨 来到63块多了 67块多了 那 两家公司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比较正面性 会向上的互相拉抬 所以 既然 合硕不断的冲高法人在买 鸿海 尤其这种大型股外资的做法 他不会这么快转向 除非是有所谓特殊性的 利空或利多 会他才会对一档个股 会有出现比较大幅度的转向 尤其这种大股本的股票 所以你说 鸿海买了一个多月 我说他可能会买两个月三个月都有可能 因为你看台积电就是 台积电外资买了多久这一波 这种大型指标股外资一旦转买 买了两个多月了 从原本8月卖之后 9 10 11开始转买 买了两个多月快三个月 鸿海才买一个月 而且 现在来讲 前高972也还没过 我认为是有机会过 所以很多人问 鸿海能不能爆 既然你会买鸿海 因为原则上我相信大家不是做短线 那以短线上来看 当然你做部分的调节是OK 但是如果你会买鸿海是一个 比较波段性的布局的话 那现在绝对 不是你去卖的 实际点 要卖也不会在这个时间点卖 绝对就是暴老 因为你好不容易等到 这一波外资的筹码才刚开始做一个加码 所以没有理由在这个地方去 去卖鸿海 绝对不会卖 当然不知道你们买的价位在哪 但是 从现在的价量结构来看 再创新高的空间跟 发展 它算是在电子权重股当中 我觉得 还可以满乐观去看待 好 刚刚有人问这个网龙 游戏股 我觉得在今天是受到一则消息影响 昨天中国大陆有颁布一个 他们游戏的一些规范 就是 游戏的一些时间限制 然后 这个部分我觉得 当然对游戏厂商会有一些冲击 因为过去中国大陆 你也知道这种共产主义的国家 有时候他们的政策就比较特别 在今年初吧 去年 去年的时候 有比较打压一些游戏的一个发展 那些版号限制 不能新游戏的推出 今年是有所谓要管控一些 可能是未成年的 学生啊 在玩游戏的时间点会有点控制 所以 当然网龙我们已经很久没分析啦 因为我们前一波已经做完了 所以刚刚有人问网龙 我认为 先做部分的减码是OK啦 如果要再做的话 我 我认为时间还没到 我认为时间还没到 星象也是 昨天公布营收不错下来 今天也收到这个利空也回撤 所以游戏股短线上可能 会稍微整理 起机的部分 当然我认为是短多 短空长多 那现在 我的操作我不会去接 我问可不可以买 我认为 时间还没到 因为第一个 他的一个公布出来的前三季的 整体的一个获利数字 并不是这么理想 所以说他在公布完财报之后 反而引来外资啊 好 这边是外资的进出 比较大的一个 麦压做压毁 当然技术面 我为什么认为说 不宜先 在这个地方承接 因为 一个底部确认 甚至你说反转的讯号 从 K线上来看都还没见到 那 基本面也不是有 这么乐观的讯息 释出来之际 我认为先不挤 所以起机当然是一家 我觉得是非常有竞争性的公司 只是说5G谈品的发酵 可能在明年才会显现 所以短线上 他先消化一点外资的利口卖压 然后再去观察 整个卖压到 技术面的价量结构 他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落底的讯号 等到有出现这些讯号 我们才会 我才认为可以做进场 所以这种股票我觉得 不必在这个地方去 去摸底 我觉得不用在这个地方去摸底 你手上的资金 可以找更好的股票 我觉得可以找更好的股票 那刚刚有人问同心电 其实以同心电来讲 我觉得慢慢的有 它的一个投资价值都渐渐浮现 尤其在近期的压回 我觉得跟整个被动元件的一个市场的 的一个联动性也会有 那季线是黄色这一条 那黄色这条季线 看起来还是处于一个 走上升的一个趋势 下挡有手 那原则上我认为还是可以比较 拉回占买方 拉回占买方 这是目前大家有提的股票 那有其他问题都可以在留言区 再多发问都可以 那 回到今天的盘面 其实就像我讲的 真的就是很标准的洗盘 从11648来到11554 现在又拉到快接近平盘附近 这个地方就是 外资当然最近的期货它有做减码 毕竟买到6万多口 这已经是相当的历史高水位 你说你要 要外资持续加码多少的期货多单 很难 所以一定会有些部分的外资 先行做减码下车 但是它不是翻空 你要记得 你要懂怎么去看 很多人说 老师最近外资 期货多单这样减码 是不是看坏了 我说 这个地方叫获利的 减码下车 不是外资翻空 各位要懂 外资是获利下车 那你就不用担心 因为可能拉 拉回来 它也许会再 结一波多单上去 他不是全面把他的货 全部倒出来 毕竟现货他还站在买房 刚刚又有人问鸿海 鸿海我们刚刚 节目一开始 已经有分析了一大段 那 细部我们就不谈了 原论上我刚刚讲的结论就是 鸿海 有持有的就是报老就对 那 原因是什么 待会结束 你可以再回顾看一下 我们节目一开始 有谈到鸿海的部分 金融股嘛 刚刚有人问开发金 我说金融也是一样 是绝对是具有 补涨机会非常高的 因为 在众多产业类股 又是这种跟指数联动性大的 金融的落后 在整个这一波涨幅是非常多 我在礼拜一前线100%的节目 也有分析到 金融能够 补涨的原因理由 到底在哪 那刚刚问开发金 那原则上 最近外资是 才刚开始买 而且对这些金控股来说是 整理了 快一年多这么久 最近才刚开始 外资才刚买 你看外资一卖可以卖那么久 那如果他一买 有时候就 这个延续性 相对称的 他可以一卖一卖三个月半年 一买 他也可以三个月半年 全部都这样买回来 既然现在金融 又是政策 比较做多的 一个产业 你说选举因素的考量也许有 或者跟一些政策面的推行也都有 所以 以开发金来说 十块票面额附近的金控股来说 现在布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 有人说这个 钟磊 其实钟磊 跟刚刚谈到的企迹很雷同 都是在 网通族群当中 获利非常稳健 但是应该这么讲 今年5G的题材 先前也先炒过一波 当然它是属于一个中长多的题材 我这个看法没有改变 只是说现在还不适宜进场 跟刚刚谈到的起机的逻辑一样的一同 明年是他们 5G的元年 这个整个 整个营收的发酵才刚开始要显现 现在他们的技术面都比较弱 因为 现在操作我跟各位讲过 技术形态转弱的 你就不要碰它 因为有一些在前面 今年已经大涨一破 尤其 这个季线破了 5日10日也弯头向下 我说这种股票我们不用去摸底 不用去猜 这个你就避开 因为操作这个 危险性 比较高一点 刚刚有人问尖点 尖点我们刚刚已经有带到了 那我简单再重复一下 因为它是属于业绩的成长股 第三季的EPS 毛利率 都回升了 那 参观的一个 明年在5G车用的产品也不错 所以尖点部分 我觉得这个持股报老没有问题 因为它也是很标准的 算是低档股 股价了 经过修正这么长的时间之后 整体的毛利率它是回到30% 算是相当不错 这个续报是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之前有 有分析过它的一些产业面的部分 那新唐我觉得 以形态上来说是比较弱的点 不过以未接跟 这个未来的发展来看 这个 想像的空间还是很大 因为 在整个伺服器的市场 明年应该 还是持续成长 因为它的客户 我们之前有讲过 一些资料中心 像Google 像Dale 这些 这些做资料中心的大厂 其实跟过去新唐都有蛮密切的合作 当然技术面这是弱势 这个是觉得要去留意的 不过我认为 以它的获利跟本益笔的角度来看 其实现在不算贵 只是说能不能够这么快速转强 可能还有待去 那旺宏当然就是不要碰他了 其实记忆体在一个多月前 我在很多节目中已经谈到 已经 筹码面已经转 转空了 你看外资在过去这一个月 几乎是沿路调整 而且今天的旺宏是破了季线 留了一个多方空方缺口 这个形态上就比较令人害怕 整理一个多月的头 这个头部已经看到了 所以 这种股票 我就不建议投资人去碰他 如果说你有望红的 我也会建议你可能 先减码 所以会是比较好 因为毕竟在这个地方要去 直吻的话 这个讯号看起来 没有这么快 没有这么快 刚刚有人谈到原相 也算是营收获利不错的 好 不过 形态上是处于整理阶段 我就先不碰 刚刚有人问宜特 宜特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 他是半导体相关的这些 在前端的一些验证材料的测试服务的公司 今年第三季的一个 缴出来的获利是优亏赚赚赚赚 是很标准的一档转机股 那我觉得 以 竞争性考量 有5G的一个相关订单 做加分 也是跟台积电啊 一些半导体厂商都有过去密切的一些合作 而且宜特的 股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 你看 这个修正了这么久的时间 然后第三季我记得是 终结零六季的亏损终于赚钱 这就是一个转机转变 股价这么低 获利又开始好转 加上他做的就是明年在 5G相关的一些 晶片的一些 这个测试的一些服务 整体的接单量他是 能见度是很高的 明年不会有人告诉你5G不好 不会有人告诉你5G的产品接单效果 绝对不会 绝对是越来越多 所以这一些是过去你可能没有吃到这些商机的 未来会吃到5G商机 你一定要多留意 像宜特还有刚刚谈到的尖点都是 毛利率获利开始回升之后 明年5G产品的带动 整个获利的一个拉升的空间 相对我觉得是蛮高的 所以 你说这些公司 你说会看坏吗 我觉得 倒不至于 倒真的倒不至于 刚刚有人谈到6153 6153前一波是比较热门的标准 又被一些市场的分析师点名 不过 来到这个位置 就是 近代它的消化完毕的一个主体 讯号 然后 GISKY 因为 传出三星是 可能舍弃指纹便是 这个突如其来利空也 也比较让市场担忧啦 所以 这个整个尖头反转下来 我说这就不要碰 真的不要碰 股票很多 有一些技术形态是比较危险的 你 一定要尽量避开 我说这种股票 不必在这个地方去拆头摸底 我们说有这么多股票可以买 至少你买的要买的安全 买的低 然后又有 未来的一些基本面利多加持 其实这些股票都是 在现阶段都可以进场 所以我建议一开始先跟各位举例嘛 有些高档转弱的 有些底部转强的 那你懂得去区隔之后 接下来就知道 这个 该买的股票是什么 哪一些是不该买 那如果说你也想跟着我们买的 我也欢迎投资人 这个 把握好真的 今年年底的 这个最后这两个月的行情 甚至我觉得应该是到选前 选前也差不多过年 我们封关前大概剩两个多月 那这两个多月 你可以看到量都回来了 我们股市场有一句话 量先价行 有量才有人气才有价 现在真的就是有量的时候 一千四一千五一千六百亿 这个平均一天的 成交量 这过去好几年已经没有见到过 那好不容易 等到这么好的行情 没有理由再慌慌 因为 也许过两三个月 你看到行情都很好 等你要再进来的时候 我可能会告诉你 最近可能 要休息一下 盘施要整理 那你要去想 你一定是要当先知先觉的 那 至于操作的部分 那就欢迎各位 拨打我们的免费咨询专线 080061588做个询问 那在这边先祝投证 操作顺利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之个别有价证券 如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什么 右上角的订阅内容 给他用力的按下去 我们精彩的分析内容 你也想收看的 在左下角 可以观看到过去的一个 各种记录影片 想要提问 留言区的部分 就是给大家发问的地方 当然千万不要忘了 铃铛一定要记得按下去 才能第一时间收看到 最及时的资讯跟影片